老闆 最重要的是觀眾想知道多少 Coco可以入手這部Smart 4Tool 好不好 可以跟大家報告一下 你講這麼直接的問題我真的有點尷尬 哈囉大家好我是專命 今天我要介紹這部車是一台非常適合從 機車組剛轉汽車組的朋友們 完全沒有那種兩人轉四人的不適應感 好不好 因為它還是兩人做的 OK 而且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我大學一年節的時候買了一部車 然後我當了三年的工具人 好不好 這部車完全沒有那種機會 好啦不要鬧了啦 這部車我自己覺得它是 都會通勤克星 停車殺手 省油魔人 三位一體 它的油耗 跟我那部150化油器的機車 應該差不多了 而且這部車 你再不會停車 我真的幫不了你了 OK 好不好 我這部Smart for two 加裝這個Barbos的外觀套件 所以你看它的下巴 有沒有不太一樣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這麼可愛的車 有這麼侵略性的套件 其實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然後它有霧燈 然後它的頭燈呢 原來的車 原來應該是魯素 可是它有改裝成LED的魚眼頭燈 有沒有看到 好可愛喔 這小魚眼頭燈 超可愛的 然後下面還有日行燈 也是有一些日行燈條 然後方向燈 就整個看起來很可愛嗎 這麼小的車 卻有Barbos的套件 車側的部分 我們從輪框開始看起 它是165 65 15的輪胎 配上雙活塞 劃線通風碟 有沒有 哇 滿熱血的 這種小車還有這種配置 還紅色的卡鉗 酷 重點的部分是側群 有一個Barbos的名牌 有沒有 這是一個Barbos的套件 有沒有 Barbos套件 然後這是一個門把 門把蠻大的 然後我覺得這部車很酷的地方是 它的左右邊有點不對稱 你看喔 這是右邊 右邊是一個油箱 對不對 左邊的部分是一個通風口的造型 但是我不太確定它是不是真的有通風 因為它的引擎雖然是在後面 可是它的引擎是在下面的部分 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是真的有通風 還是因為熱氣冒傷 所以現在摸起來熱熱的 因為我剛有發過 這部車有貼了VCOOL的格勒子 屁股部分呢 這個車子也是超級可愛的 你看它的尾燈 這個圈圈有沒有 這一個圈 然後裡面包一個小圈 這個造型真的是很可愛 就整個車搭配起來 都是這種圓圓的風格的感覺 又配上這個Barbos 有一種畫龍點睛的感覺 你看喔 上面還有這個圍翼 它還是有圍翼的喔 有沒有 它還是有一個小圍翼 非常小 很可愛 下面這邊有一個Barbos的排氣管 這個Barbos排氣管也是LOOK而已 它真正的排氣 其實是在下面這邊有一個洞有沒有 所以也就是說上面這兩個洞呢 其實是沒有辦法排氣的 它真正排氣是下面那個洞 它是Barbos的LOOK號件 好了 這邊呢有一個開關 按下去之後 這個是可以單獨做開啟 也就是說你要拿東西什麼 可以不用整個開起來 可以先開這裡先拿 如果真的拿不到呢 這邊還有一個這個把手往下拉 有沒有 就可以下來 而且這邊這個可以當椅子座 這個 然後我們來看看它的尾箱空間 其實SMART呢 自從改版後呢 它的後面的空間就一直有進步 你看 這空間其實放兩個行李箱 或是一個大行李箱 應該是放的進去的 這部車是後置引擎 它的引擎是放在這裡 它這邊有六個螺絲 這六個螺絲打開 就可以看到它引擎的本體 然後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一個隔熱免 然後因為這個引擎呢 剛剛發動過 所以有點燙 我直接在這裡跟大家報告一下 它的這個引擎數據 直列三缸 999cc 71匹馬力 一公升可以跑24.3 這是官方數據啦 那因為這部車呢 它有改過一接晶片 所以這個馬力呢 可能等下一位車主 去上個馬力機測試一下才知道 好不好 那它的保養呢 是在前面 那後面是主要引擎的部分 所以一般去保養的時候 就是開前面就可以 因為換油啊 換什麼水都是在 雨下水那些都是在前面 這邊還有一個小置物空間 有沒有 放一些車主手冊啊 有一些什麼故障標誌 都可以放在這裡 這個門板的部分呢 超大 比一般的四人防身的門還大 你看這個進出空間超大 然後是一個無雙框的設計 有沒有 很像跑車的話 這門呢其實很簡單 就是螢幕瞭然 好開門 然後後視鏡 中部的調整 然後重頭戲 往車裡面看 重頭戲來了 有沒有 油門踏板是Bubbers的踏板 OK那椅子的部分呢 它是一個 有一點像賽車椅的 同意的這種造型 有點運動化這樣 海中舞車最重要就是 車子的完整度 所以這個椅子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椅套 有沒有看到 這是一個椅套 這部車才開一萬多公里而已 然後現在車上有這個椅套 代表什麼呢 這部車呢 應該前車主很顧車 我現在偷偷把它拔起來看一下 你看 有沒有 這個裡面乾淨的程度有沒有 你看 這乾淨的程度 幾乎都沒有做過的感覺 因為它可能 這個前車主 車子一來沒多久 就裝上椅套了 所以這個 完整度非常的高 這部車 車況非常的好 OK來到車上 我們第一件事先開到方向盤 這個方向盤呢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地方是 因為它有這個鋼琴烤漆 然後配上這個皮革 所以這個 蠻有這種一體的感覺 棒 然後這邊有一些定數啊 然後選一些頻道 然後 這個應該是 解除線速的吧 應該是 然後這邊有一些設定鍵 這個整個握起來質感 還不錯 粗度 這個適中 然後我們再看它的里程數 這部車的里程數是 18,842公里 上面有一個 很運動化的轉速表有沒有 一個轉速表 然後時鐘 很簡單的 很簡潔啦 我覺得這部車很簡潔 影音部分呢 這個前車主有去做升級 所以這個看起來超大 這個應該我目測 有12吋還是10吋 超大 而且質感超好 解析度超高 觸控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 導航 你看 反應超快 啪啪 夠的耶 喔 居然有這個Home鍵耶 好酷喔 好像iPhone 上一頁 可以聽音樂啊 然後一些 安卓的系統 什麼都在這裡 然後呢 這部車 還有倒車影像耶 了吧 這麼小的車 還有倒車影像 所以我才說 如果這部車再不能停車 真的 玩命救不了你 好不好 我只能去後面幫你看車 然後這個中控台的部分呢 也是很可愛 你看它這個冷氣的溫度 不是這樣調的有沒有 是用波的 有沒有很可愛 然後一些 除霧啊 室內循環啊 然後要吹哪個角度啊 Auto啊 AC在這邊調 是一個就很簡約啦 這個設計 這個排檔桿有沒有看到 Barbers排檔桿 哇 很酷耶 這種小車裡面 可以看到Barbers的靈魂 有沒有 然後這個 下面這個飾板也蠻酷的 這個飾板有點像是 黑色髮絲影 有點像金屬 但是應該是塑膠啦 但是這個造型蠻可愛的 然後可以放零錢 然後這邊有一些那個 行車模式的切換在這裡 老闆 最重要的是 觀眾想知道多少 摳摳可以入手 這一部Smart for 2 好不好 可以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直接入問題 我真的有點尷尬 那我特別跟我們好朋友 講解一下 那這一台是最末代的Smart 而且現在出來的就是 做純電的 那這台車有Apple CarPlay 再加上煞車卡鉗 然後晶片也改寫過了 那 我們這台車是 2016年11月才掛牌 目前公里數是 跑18000公里 那我們前車主是一個醫生 他花了Apple CarPlay 再加上煞車卡鉗 Barbers的這一些套件 那整個內部的感覺 很新啊 那真的是最經典 最末代的一個 好開的小車 那這台小車為什麼 這麼多人喜歡 一定有他可愛的地方 那我們很多Ladies 女生很喜歡這台車 那我們的8891的售價 是不三萬多存電 老闆這部車四年才開 18000公里 對 所以一年才開5000公里 沒錯 那這部車真的很新耶 是很新 代表這個車主應該平常 有不只一部車 才會有這種的理想處 當然當然 也是他很喜歡的一台 想要收藏的小車 那他一直都有在 好好的照顧他就對了 OK 那也很謝謝今天老闆 來為我們解說這部車子 那如果 有喜歡我的頻道 可以訂閱頻道 然後最近我們也開了 新的粉絲專頁 目前 剛開 如果有喜歡的話 可以進來聊聊車子 那如果買車 估車 賣車可以找 國鋒汽車 OK 那謝謝各位喔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